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今天想看部好電影嗎? 這次要介紹的是有電影歡樂版《夫婦的世界》之稱 主題環繞在《抓間抓不完總是由小三》的復著者聯盟《The Other Woman》 看完了韓劇《豐富的世界》,你是不是覺得沉重又黑暗呢? 雖然我們接下來要推薦給你的電影 也是有著渣男、小三、甚至小四、小五的角色 但是我們保證你在觀影之後卻能夠補充滿滿的能量 看到渣男被痛快教訓的復仇者聯盟 故事敘述,外型亮麗又精明幹練的Carly 好不容易找到她心目中的完美男友,準備要帶去見家人 卻意外發現對方已經結婚 理性又果決的她迅速地結束了這段荒謬的婚外情 但卻沒料到對方的妻子卻瞞著渣男纏上了自己,還變成了閨蜜 無奈之下Carly只好陪著原配去抓奸 並且跟熱心的小四聯手展開痛歹渣男的復仇計畫 《復仇者聯盟》是除了金髮遊物和足球遊物之外 CBO刷過最多遍的喜劇電影了 而且她也一直認為這部電影在國外影評的口中被大大低估了 而她之所以會這麼喜歡這部片 除了故事本身的創意設定、角色之間的趣味火花 還有台詞的辛辣與犀利之外 編導更是完美平衡的復仇計畫 以及自我實現這兩個核心 雖然完美的結局不免有點勞梗 但整部電影還是難得的兼顧了娛樂性與啟發性 大大激勵地在現實中為了愛情垂胸頓足的姐妹們 雖然在真實世界裡法律保障了婚姻 但就感情這件事一直是比較主觀 充滿了詮釋與模糊空間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會出現《七厘人妻》那一句似是而非的話了 在愛情的世界裡,不被愛的那個才是第三者 所以在今天的節目裡 我們除了會深度解析《復仇者聯盟》的主要角色 分享電影裡的渣男渣女語錄 最後還會用心理學家Sternberg的愛情三角理論 來理解角色們的愛情關係裡面到底是缺少了什麼 也可以供大家參考喔! 除了會員,獲得專屬內容之外 也幫助我們製作更多更好的影片 24歲就結婚了Kate 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 獨自留在家中打理日常 她的生活重心圍繞著先生Mark 包含自己的交際圈,也都是經由丈夫而認識的 Kate每天早上會榨生機果汁給老公喝 裝潢整修兩人豪華的房子 養了一隻不受控的大麥丁 她自覺生活很幸福美滿 就像夫婦的世界領事參與一樣一無所知 某天晚上有個女人穿著暴露來找她老公 但交談了沒幾句,對方就慌張地離開了 Kate心存懷疑 決定來到對方的辦公室當面詢問 卻沒想到她就是丈夫的外遇對象Carly Kate在確認了丈夫出軌的事實之後 忍不住詢問了所有的細節 因為對她來說,一次上場叫做失誤 但十次就另當別論了 可是她沒想到,跟老公認識沒幾個月的Carly 卻已經回答,已經有五十次了 就讓她忍不住責怪對方是不是有病,沒事做 沒有自信的Kate甚至還一度逼問小三 老公還愛不愛自己 因為她覺得自己完全沒有條件可以贏過Carly 這樣獨立自主,外型主義巔峰狀態的女人 所以對於Kate來說 外遇一開始帶給她的不是憤怒,反而是恐懼 直到她跟Carly徹夜長談之後 想到要回家找外遇的證據時 她才發現老公整間廚房全都是謊言跟秘密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上鎖了 這個時候Kate才徹底失控 決定要請求Carly的協助,要跟Mark離婚 聽到這句話我們真的是笑翻了 因為還深愛著丈夫的Kate即便憤怒 但卻沒有意識到自己並沒有想清楚離婚的事 當Mark向她示好,自己的意志力一下就動搖了 甚至還躲到廁所打電話向Carly求救 Kate認為,如果先生對自己還有興趣 就意味著她還是愛自己的 所以當她從浴室整理好準備跳入丈夫的懷中時 卻發現Mark居然又在跟外面的女人通電話 讓她傷心欲結 Kate體認到Carly或許是對的 自己不應該對Mark再抱有希望 於是她跟Carly準備搜證,跟蹤Mark 卻發現了另外一個女人,Ember的存在 有趣又諷刺的是,有了一次抓奸經驗的Kate 反而有點習慣了丈夫的出軌行為 對於Ember居然更加地友善熱情 直到Ember說Mark騙她出軌是Kate的時候 被抹黑的Kate才更抓狂生氣 這時候她的怒氣不再是原於被背叛的委屈 反而是對於作為受害者的自己被扭曲成為邪惡的一方 而感到憤恨不平 而這也因此讓她下定決心要全面展開復仇計劃 Kate一直以來站在Mark的身後,為她的事業出主意 而事實證明她是個很有生意頭腦 也樂於貢獻創意的人 這也讓Mark暱稱Kate為她的小小點子工廠 夫妻兩人就像是組成了金恩隊 在過往的幾年裡為Mark的成就奠立了基礎 這不僅讓Kate覺得自己得到了丈夫的肯定 更讓她回想到過往兩人平手知足的簡單美好 已經付出了許多的她,害怕放棄這一首打造的家 再加上Mark對她的感性告白 更讓她再度猶豫,復仇計劃是不是對的 因為要貫徹計劃 她得要讓出自己的老公跟別的女人上床 當晚她就難過地穿上了婚紗 一邊看結婚影片一邊酗酒大哭 情感再多動搖的Kate 直到被Mark要求吃性病藥,理智上才嫁靈情感 任知道這段婚姻再也沒有機會重來了 Kate最終完成計劃,把Mark掏空的公款全數繳回 也簽下了離婚協議書 但是她的創意與才能也被Mark的主管賞識 重新展開了新的人生 QQ Kate實在是名副其實的可愛 她在電影中的好多台詞腦洞大開 讓我們忍不住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Kate在Carly看上了自己的帥弟弟Phil之後 居然回絕說 不行,你不能同時睡我的老公跟我弟 這樣太貪心了 但是身為律師的Carly居然也很辛辣地說 你才貪心吧,你又不能跟你弟怎樣 Kate在發現小四Ember的時候 居然像發現看到可愛的狗狗一樣想要帶回家 還跟Phil說一件都很好 因為Ember很辣 這樣我們的團體平均分數就會拉高了 這麼一個可愛又樂觀的原配還真的是很少見 難怪會讓小三跟小四想要組隊幫她打怪了 Carly是業界知名的很辣律師 不是她的外表很辣,而是嗆辣的形式作風 但是強勢包裝下的她其實有個軟心腸 所以在經歷過幾次失敗的感情之後 她練就了金剛不壞之聲 用保持距離的方式游走在多個樂會對象之中 個性跟Kate相反 Carly理性又果決 感情一旦出現瑕疵,她就立馬情損抽身 不讓自己繳獲在裡面 但有時候也因此會讓人覺得她太過冷漠無情了 而在跟Kate、Ember聯手打擊渣男的過程中 Carly意識到自己個性上的問題 甚至因為自己的改變而找到了幸福 這是Carly從來都無法想像的奇妙緣份 這句台詞生動呈現了Carly的性格 追求完美,不想認輸 即便受傷難過,都一定要隱藏起來 這也就是為什麼她可以這麼快就切斷跟Mark的關係 也沒辦法接受Kate把她當成小三 因為她壓根就不是玩感情遊戲的人 但沒想到單純又脆弱的Kate 居然轉而要她做閨蜜,不斷地示好 還發現善良的Kate一直被Mark利用 變成了非法的人頭戶 逼得Carly只好下海幫忙,主導復仇計劃 原本在搜證的過程中 Carly一直是理性分析的一方 但等到她發現Mark居然還有個年輕又性感的小似Ember時 Carly的理智線瞬間斷裂 情緒反彈比原配Kate還要來得激烈 因為一直以來,自己在感情關係中是挑剔對方的人 她沒辦法接受自己居然這麼老套地被更年輕、更性感的女人給取代了 這不代表她有多愛Mark 而是代表自己的頭腦、能力、人格特質等等她所自豪的 在Mark眼中沒有價值 自己原來也只是在她的妻子之外另外一個性的刺激而已 也就是說自己是可以被取代的 直到現在她才感受到Kate一直以來的痛苦與難堪 原來在感情中,不被當一回事是這麼地令人憤怒難過 即便理智告訴她,自己的價值不應該從別人眼中得到 更何況是這樣的爛咖 但是親生體會過她才能理解 這樣的衝擊不是一時半刻可以消化的 而這也是為什麼她會在Kate穿婚紗哭泣的那一晚 去實際付出關心,而不再說教 如果你想把她放下,那就把她放下 行動力十足的Carly做了一個劈腿哥代辦事項的計劃表 依照團隊裡每個成員的長處來分配工作 她宣稱只要把律師、政工加上凶器 你就有一個完美的殺人機器 他們三任聯手就一定能成功 這個時候的她雖然對Mark的所作所為感到義憤填膺 但其實她更在乎的是好友Kate能不能跟她一樣愛恨分明,不再退讓 一開始對Carly來說 看到Kate不斷改變心意是懦弱的表現 但在幾次衝突之後 她才理解到自己的性格有個缺陷 就是因為太過在乎她會對別人抱著太高的期待 反而給對方帶來難以承受的壓力 而有趣的是,她居然不是從感情中體認到這件事 反而是因為一段離奇的友情才理解到的 而當她認知到這個問題之後 之後這段友情也為她帶來了另外一個意外的幸福 不管是Carly還是Kate 失去了白板王子的兩個人 卻獲得了彼此的友誼 也為了對方給出了更柔軟、更堅強的力量 也讓我們寫下了這句註解 有些人你一開始不喜歡 後來才發現原來離不開 你發現了嗎?電影中的渣男Mark King 就是《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裡的痴情種 Jamie Lannister喔! Mark跟夫婦的世界裡的李泰伍很類似 都是善於巧言令色的男人 或許有時候他所說的話是出自於真心 但他卻又言行不一 而對於特別會花言巧語的人 就更要觀察他的所作所為 以下就是他在片中對妻子Kate說過的話 另外你有認出Carly的秘書Lidia 是知名饒舌歌手Nikki Minaj嗎? 曾經奪得多項音樂大獎的Nikki Minaj 形象多元又鮮明 而她首次的電影表演就是在這部電影中 演出一個對自己破壞婚姻的事實 一點都不在意的渣女 甚至還挑明了上班只是為了社交玩耍而已 另一半應該要在物質上照顧好自己 當Carly說自己不搞婚外情 並且提醒Lidia當初因為婚外情 一口氣搞砸了兩個婚姻的時候 Lidia說 其中一個破碎的婚姻是我自己的 所以嚴格來說只能算一個而已 Lidia甚至還分享了自己母親的家訊 自私鬼活酒店 心理學家Stunberg 在80年代曾經提出過一個愛情三角理論 他認為激情、親密與承諾 是構成愛情的三大要素 根據《教育部教育語言》裡面 對這三種要素的定義是 《畸形》指的是在動機層次上 對性的畸形和慾望 有歸屬與支配的互動關係 而親密指的是在情緒層次上 雙方的坦誠與對與互相了解 是一種溫暖的經驗 承諾則是在認知層次上 意識到忠誠與犧牲在這段關係中的重要性 以及維持一段時間的關係 可能是短期內決定自己要愛上某個人 或是長期來承諾維持愛情關係 Stunberg認為 一段圓滿的愛情應該要包含這三個要素 但並不是所有的愛情都會具備這些要素 而且根據這三種元素的多廣 可以建構出八種不同的愛情組合 分別是 喜歡只有親密感 迷戀只有熱情 空虛的愛只有承諾 浪漫的愛由親密和熱情組合而成 友誼的愛由親密和承諾組合而成 愚昧的愛由熱情和承諾組合而成 無愛三個成分都不具有 完整的愛 親密、熱情和承諾交互作用達到圓滿 我們覺得Kate一直以為自己擁有了完整圓滿的愛 但事實上他們的婚姻或許已經變成了空虛的愛了 因為他跟Mark的互動大部分都是日常的瑣事 只有當Mark有需要的時候兩人才會討論公事 其一都是空泛的討論裝潢、聚會行程 或是Kate在網路上看到的奇聞意識 只有在回想從前的時候才會有一些情緒上的交流 或許就算Kate沒有發現Carly的存在 遲早也會有一天 他會認知到自己的空虛寂寞是其來有自的 不只是因為沒有自己的朋友 也不只是他沒有工作而已 另外Carly應該在頭幾個月 覺得跟Mark有了一段 兼具親密與激情的浪漫的愛 所以他才會覺得是時候帶父親認識自己的對象 慢慢走向下一個階段 但沒想到Mark因為臨時放鴿子 才讓他有機會戳破謊言 但從這裡也可以看得出來 一段兼具三個要素的愛情是有多麼的難得 如果你已經擁有的話請務必要好好珍惜喔! 當然一段感情是否圓滿 還是要取決於參與者的共識 所以只要你們覺得幸福 就不需要刻意按表操課 逼自己或對方按照理論去愛喔!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影片更新 除了訂閱按小鈴鐺之外 也歡迎到Facebook、Instagram以及Line上面追蹤我們 收看更多《那些電影教我的事》!